中央电视台 在公益寻人栏目 等着我 要告诉各位的是 等着我官方融媒体平台 已于近期开中 在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将汇聚传统媒体 还有新媒体 各方的力量 这样能够让更多的受众 接受到您的报名寻人 求助信息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还汇聚了警方 民政 还有志愿者的多方力量 我们一起为您公益寻人 最重要的是 我们所有的工作 都是免费的 如果您有寻人的需求 就一定来找我们 我们免费帮助您 来 进入今天的等落节目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主持人李一平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由金石原酒业 独家冠名的 大型孤艺老婆 等着我 感谢大家 一直关注我们的老婆 这个老婆需要 积极的力量 有一份力就出一份力 我们对每一位 求助者的困难 我们将竭尽全力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 这次找不到 我们会继续找 找到了 我们会欢笑 我们笑的时候 可能是挂着泪水 但是这是甜蜜的 我们一直跟自己说 加油 加油 好 我们今天看一下 这位求助者是谁 他要找谁 有请 我叫陈河芳 今年五十岁 在三十五年前 发生了一件事 我差点丧了命 有两个人 对我非常重要 他给了我 创造的奇迹 三十五年前 发生了什么 让他险些丧命 那两个人 又给他创造了 什么样的奇迹 满身伤痕的他 到底 遭遇了什么 一平坚 你好 你好 这位兄弟 来 请坐 坐得可以离我近点 走路跟我点 这是原先烧上 原先 对 什么时候 原来在十五岁 十五岁的时候 十五岁 对 那是多少年前 这是三十五年以前 三十五年前 你烧伤的严重吗 当时烧伤面积是98% 98%呀 对 这块都是 全是虾 这块都是那个印 都是刀子印 这好 这块肉皮是肚子上面的 你看 你在哪儿 把自己烧成这样 当时十五岁 那天是81年十一月二十九号 你家做蜡烛 结果把蜡油给找来 蜡油找了以后 它是一个锅 完了找了以后 把这电线给烧熟了 烧熟了 那天晚上 往往一跑 电把电楼打 电楼这儿了 打了个跟头 整个塞在那火里边去 连烫在烧 整半的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当时中国来说 就是 中国 就这么一例奇迹 奇迹 稍稍面积 对 稍稍面积超过六十的 几乎成活率为零 我这是个奇迹 那你今天来找谁 我来找我的救命恩人 杨苗医生 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我 他给我创造了奇迹 让我活下来 三十五年线的事 我始终终身难忘 那你那个医生是哪个医院呢 他是 原来我们高不见哪有个51033部队医院 军医 军医 你后来去他们部队医院找了吗 找过来调调走了 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你就是要感谢他 当时是他给了我的第二次生命 他从死亡线上把我瞧就回来了 我是住院期间一百一十五天 做手术 做了三十七次手术 没有这个杨苗医生 他们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你说的这个杨苗医生 和其他的医生有什么不同吗 他超受医生的范围来对我 有一次我被感动 为什么感动 因为当时那个 他这个伤口快好的 的时候他比较痒痒 比较发痒 我都不知不觉挠了几把 弄了一把血 手上全都是血 杨苗医生给看着 他都对着我这儿嚷 小汤 你这是干嘛的 你还想要不要那胳膊 如果要粘连的话 那胳膊感染了 可能都残进来 他是第一次这么 对我吼叫这么嚷 他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也知道 结果外过了没几天 真感染的 又过了几天给我做的手术 这胳膊 就缝了三百多阵 当时做手术 做手术的时候我没哭 我就看那个 姚苗医生啊 他旁边他的掉眼泪 然后都拍着我的头说 他这儿疼吗 我说不疼 从这儿以后 我都非常听他的话 配合医生质量 积极地质量 像母亲一样对你 比母亲还疼啊 比母亲还疼啊 就是那次发生以后吧 他差不多接一天两天 都给我剪指甲 完了以后 他说你什么时候痒痒 你告诉我 我用酒精棉球吧 给你擦擦 都不痒了 当时我把手指甲都搅了 搅了以后吧 从来我跟你讲 这脚指甲 当时一百多天 也没洗过脚 我也不好意思地 让他脚 我的脚往后抽 他都给我拽 而且他还没戴手套 一个手指 他捏着脚指甲 他都给我脚 我活了十五年来 我妈都没给我剪过指甲 一个医生 做到这一步 是真心地对我好 一个医生 对一个患者 如此这般 一个患者 这一生 没有忘记 这个医生 像做了37次手术 浑身烧伤 百分之98 你对自己 靠什么精神 能够承受这些 因为是姚淼医生 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努力 我听了别的医生说 说这孩子 可能一辈子站不起来了 完了以后 我听见得有点自卑 有点绝望 有这么两天吧 我没怎么吃饭 然后那天踏直搬进去了 我听说闹情绪呢 怎么不吃饭呢 然后我妈都告诉她 这不听别人说 说他起不来了 可能在床上 摊一辈子了 然后凑在我跟前吧 摸住我头小陈绕 他说这个 他们瞎说呢 那是 你一百多天 37次手术都挺过来了 都没掉眼泪 能没有奇迹出现吗 你要回家锻炼 你要锻炼好 能站起来 你要听我的没错 你肯定能站起来 结果回家以后吧 我就听了他的话 回家开始锻炼 你想这么起身都不行 起不了 一起身就头望 就血往上走 头翁 他都好像晕过去似的 我想了个办法吧 为了早点走路锻炼 我从那房梁上 我就跟那个吊环似的 弄了根绳子 弄了根绳子 弄了根环 我就开始这么锻炼 拉着那个绳子 断来留了两个月吧 我都能坐着来 能坐起来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也是一点诚意 也有两个来源 当时家里也没人 我都试着扶着椅子站起来 农村里边都是大炕 我都扶着炕吧 一步一步这么倒着走 结果我都走了三四步 收不住了 啪着摔着摔着翁地形 屋地里边摔着腿 全都伸着 全都磕烂的 那鞋子呀 心了话了都留 中间我也没哭 我都相信杨鸟医生 说的那话 他给了我很大的勇 我不会辜负他 我都开始还是锻炼 这话要过去两个多月吧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走了七步 结果我爸跟我哥 他拍巴掌 都能走路来 那你后来生活怎么样 现在生活挺好的 结婚了吗 结婚了 也有孩子了 有孩子 有儿有女 有儿有女 那挺幸福的 是 是幸福 是他们创造了奇迹 给了我生活的力量 生命的奇迹 这兄弟之坚强 了不得 就你在家里能站起来 能走几步路了 杨医生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 我是第一时间 我都想到他 当时进的那个医院吧 结果我违进会议室吧 所有在场的人 全都惊待了 不想到我能会走路 不想到我有金钱 有的那个护士 就开始跳 开始蹦 有的那个医生 就搂着我 结果我都没看到杨苗医生 那他去哪了 他被调走了 他调走以后我也找 但是当时也特别不方便 当时没找到 可是我找到另一个人 陈哲 当时原来那个 咱们那个医院嘛 当时医疗条件也不行 那个技术也不行 当时给我看病的时候 请的一个烧生科专家 是262医院双城科主任 他叫陈哲 我跟他叫大姨 没找到杨苗以后 我想到了陈哲 我们早上就从家里边来吧 来到北京 找到晚上我才找到他 找到他以后 他就愣着眼看着我 他说您是小陈吗 我说大姨是我 他都拍巴掌 这个 就要37次手术 一次也没赏了他 完了以后 他都跟我妈说 他说 这孩子如果要出院以后 叫他锻炼 你们帮上也锻炼 营养必须能达到 如果营养达不到 这孩子还是费 农村里边就是你们不吃 也得给他吃上 他回到北京以后 每个月 那是81年 每个月回到北京以后 他给我寄50块钱 当时 那个时候50块钱很多呀 当时正常工人 最高的是36块钱 他每个月给我寄 每月都寄50块钱 经过我找到他以后 我看了他几年 他也掉走了 也搬家了 从这儿后得失去联系了 你今天要寻找的 就是这两个医生吧 这个陈珍医生 我又找到他了 又找到他了 最近找到他了 停那个08年奥运会那年 我从网上都开始查 从那个262医院 那个烧上科开始查期 当时他退休了 那会儿就70多了 从这儿以后 我是每年 几乎是每年都看他 最近这几年 又失去联系了 他儿子吧 上海南了 这老太太 也跟着去了 前这么半月吧 我给他打了电话 我说哥 你把大姨那个照片 给我发一张 我说我想他了 结果 结果给我发了张照片 我哭了整半天 这张照片是陈哲大夫是吗 嗯 他怎么了 已经不能说话了 现在是植物人 植物人啊 记住生命中 出现的每一个 帮助他的人 是不是 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自己去想 是谁改变了我 因为他的生命 实际上是一个医学再造 他说他的 受伤的面积非常大 就这一点来说 不仅是一个 好医生的话题 也是一个好病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 今天的讲述者 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 他希望来感恩 但是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好病人 他忍耐 他坚持 他相信生命的奇迹 和生命的力量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在一个 普通人身上看到 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 想如果当时 这个生命没有抢救过来 后面不会出现 一个幸福的家庭 不会有两个幸福的孩子 所以每一次你会知道 再难 我们要把自己的坚持走下去 再不容易 也需要共同的扶持 才能够改变很多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见到杨淼医生 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想对他说 我没有辜负他 我站起来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在三十五年前 两位医生救活了他的生命 给他创造了奇迹 在他病痛时 给了他亲人般的温暖 在他最低谷时 为他重塑信心 那份恩情他至今铭记 好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 射速想尽了各种办法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陈鹤芳大哥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冬 根据您在我们 等着我容媒体平台上 登记的寻人求助 我们的寻人团的 迅速帮您展开了寻找 66393医院吗 51033医院吗 252医院吗 叫做杨淼的医生 你有他消息吗 麻烦您帮我转一下烧伤科 他家人的消息你有吗 我们找了很多的医院 但是很遗憾的 获得的有效信息都不太多 根据您提供的杨医生 当年的这个年纪呢 我们算下来 其实今天他应该已经是 60多岁了 所以很有可能已经退休了 好 我们希望 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他说没有什么奇迹 不可能发生的 我就是那个奇迹 你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危爱坚守 请开门 是什么奇迹的 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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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杨淼医生 我听了她的话 我不仅站起来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是小权 小权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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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别哭 别哭 来 请把这位了不起的杨淼医生 请到这来 让我看看你 让我看看 还是当年的小模样 来 请两个 不激动啊 拉着杨淼医生的手 一边走一边跟你们说说 其实我们后来是在北京的平谷的某医院找到的杨淼医生 对 之前是退休了 但是后来又是反聘回去了 杨医生我们跟他一联系的时候 一提你的名字 第一时间就想起来了 虽然时间过去35年了 但是对你印象特别深刻 对 你这个 当时这个病例啊案例啊 在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坐在那慢慢说说 好不好 好 想不到你这样 真高兴 哎 哎 杨淼医生好啊 你大请坐 杨淼医生 你还记得他吧 哎呀太记得了 太记得了 他是你的患者当中 最少有的吧 病情最重的 最重的 我遇见的是 我有生以来 那么年轻嘛 嗯 三十五年前 头一次遇到 头一次遇到这么重的病号 当时呢 他们家送到医院的时候 完了我们医院 因为医疗条件有限 考虑到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力量不够 为什么 就联系了北京那儿 刘二医院的陈主任 嗯 陈主任完了 就在我们那儿吧 整整是在我们那儿吃住 也就是将近一个多月两个月 他的就是 为他一个人 哎 我们医院成立了 这医疗小组 一个医疗小组 一个保障组 专门为他这个 治疗他这个病 全院都动员起来了 因为当时 可以说是全国向他 烧伤百分九十多 这都是一个奇迹 要能活下来 他就除了脸上和头上 没烧 全身都烧了 特别坚强了 医生也不坑 那当时这个烧伤以后 得度过休克期 嗯 休克期呢就是得 大量的血浆和这个树叶 院里呢就是 动员了全部队的医生和这个战士 就为他献血 你看都不是部队家属的孩子 就是一个普通农民 嗯 你们医院真挺不错的 对 都特别心疼 不论怎么样嘛 我们一定要把他治疗好 那个刚才一开门那一刹那哈 我觉得他们俩根本就不像是 医患关系 而且就像是母子的关系 这个杨医生啊 不断的在拍着他的后背 就完全像母亲 在对待一个孩子一样 所以更让我感到感动的是 我作为一个老兵啊 我们这个人民军队 所以为什么在老百姓当中 有子弟兵这样的称号 美育 就是因为有杨医生这样 千千万万的 平平反反的战士 在为老百姓做 平平反反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代表 中国爱国佣军促进会 老兵关爱基金 奖励杨医生 一万块钱 哎呦 谢谢 您的这种精神 是值得我们大力宣扬的 也是我们人民军队 值得骄傲的地方 向你学习 作为这个圆梦基金的大使啊 我也代表我们圆梦基金 赞助小陈一万块钱 好不好 我给小陈谢谢你 因为奖励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吧 我们不是缺这个钱 是 我们对这份荣誉 深表感谢啊 好 带着杨医生 下集慢慢聊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好活着啊 谢谢杨医生 谢谢杨医生 好 当你看到一个展现奇迹生命的患者 和一个天使般的医生 走下舞台的时候 你心中充满了爱意和暖意 别说医患关系不好 在中华大地上 遍地有这样的医生 遍地有这样的患者 我们要好好珍惜 这两转之间的关系 35年了 我终于找到杨医生了 他说我能站起来 我就能站起来 他说我是个奇迹 我就是个奇迹 其实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个医生 应该做的事 他现在能站起来了 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 我真是由衷地感到为他自豪 录制结束后 他邀请杨医生来家做客 见证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们也祝愿他带着感恩的心 继续出发 校对生活 传递温暖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请 大家好 我叫余梅 我是来自海南海口 我来这里是找我的爸爸 这位父亲 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却与他没有一丝血缘关系 他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共识 父亲为何有神秘失踪呢 有请 您老师好 您好 欢迎你 大家好 来 请坐 你找什么人 妹妹 我是来找我爸爸的 你爸爸 对 你在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 但是他却胜次我的亲生爸爸 在我的人生当中以前都想过 我会成为一名律师 为什么 我老家是在厄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那边 因为当时的时候家里特别穷 我们一家总共是五个人 然后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 还有我爷爷 家里边就只靠我爸爸一个人 然后当时能从那边 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 一年大概有一千块钱左右吧 在我高三那一年 那个时候家里边就 那个时候条件就更不好了 因为到高三那一年 那个时候我爷爷瘫痪了 然后我妈那年身体是特别的不好 家里边我爷爷没有人照顾 我就上一阵子学就回家照顾一阵子 照顾一阵子之后 然后再回学 就那种的 我老师说你成绩还不错 你还是要回来参加高考 后来就又回去了 参加高考都是要提前报名的 全部都报 就只有我没有报 我连报名费都交不起 后来还是我们历史老师帮我们交 交了费用之后 然后就参加高考 但那年就没有考好吗 考了多少分 我就考了333 连本课都上不了 那家里边条件也就那样 那就想了 不能上那就算了吧 那不行就出去打工 至少也能振点钱补贴一下家用 然后后来就出去打工 就到了酒店 然后就是在酒店的时候 应该说这个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就觉得我能够看到我以后 我一生的生活 就是在这大山那边 然后到了年龄 到了之后找个人嫁了 然后生几个孩子 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出这个大山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还是要上大学 我一定要想办法上大学 我爸说了 家里边确实没有那个能力 再供我去上学 而且也没考上 他就说如果你要是考个重点大学 我就是砸锅麦铁我也供你上 但是你又没考上 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 我就自己想办法 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酒店里面 我特别勤快 然后就是有一个客人 经常在我那个包厢里面吃饭 他经常让我去帮他买烟换零钱 那时候就腿脚也比较快 然后经常去帮他弄 然后他说你挺好的 然后他就每次都在我那个包厢吃饭 有时候我买烟剩下零钱 他就说那你自己拿着吧 他都不要 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我说叔叔我想上学 我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给我去上学 上完学之后我以后还给你 我几辈的还你都行 后来我那个叔叔说 我给你点零钱可以 但是要自助你上学 我没有那么多钱 从那之后 他再也不到我那个包厢吃饭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辈子真的就这样了 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去上学了 然后当时我们酒店有一面玻璃墙 事情做完了我就站那里 我就看了下面那些人我就在想 我会是以后他们当这个哪一个人 那我都能看得出来 以后就是每天就是去买菜做饭 然后生几个孩子跟我父母一样 有可能他们也上不起去 你后来在哪遇到了你所说的这个父亲 到03年的8月27号的晚上的时候 然后称叔他就带着一个人去我们酒店去吃饭 当时刚好在我那个包厢 他去了之后 他说怎么还有服务员戴眼镜的 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今年高三毕业 然后他说那你为啥不去上学啊 然后我说我们家穷 没有钱供我上学 而且我今年考的也不好 然后他说 他说那你还想上学吗 然后我说想啊 我说想可是没有机会啊 然后称叔说 如果你想上的话 我可以自助你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跪下 后来称叔说 我自助你上学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再复读一年 再回校再读一个高三 然后就是必须要考上二本以上 如果你考上二本以上 大学我继续资助你 然后我说可以 后来到27号晚上28号 我就跟老板请假 然后就去学校了一趟 30号我就回学校去复读了 复读了一年 第二年考上哪儿了 考到海南大学 考了多少分上海南大学 考了551 那挺多的了 不容易 然后这个学费 一直是这个父亲在资助你啊 对 因为我之所以为什么说 他不是我的亲生父女 却顺次我亲生父亲 主要是因为我在复读那年 他对我特别好 他甚至比我都对他亲生孩子还要好 因为没有遇到陈叔之前 基本上在学校从来没有买过菜 都是在家里边用那个 以前那种吃罐头那个罐头瓶嘛 然后就带一瓶腌菜或者是辣椒酱 就那一个星期 如果前面吃得快 到星期四星期五 基本上就是吃白饭的 后来碰到陈叔之后呢 他就说你到后面呢 学习这么紧张 你就不要再学要吃 学要伙食不好 然后他就让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嘛 就是有一件事情 每次一想起来就觉得 就觉得自己当时特别的不懂事 因为我从小就是不爱吃面条 特别喜欢吃米饭嘛 有一次呢 那个姐姐做饭他不知道 然后煮米饭就煮少了 陈叔就让他们所有人都不要吃 然后就给我一个人吃 而且当时陈叔家那个 他那个儿子 当时他上初中 他就连弟弟都不给他吃 然后我就傻傻一个人 把那个饭全部给吃完了 等我吃完了 我才知道他们没吃 后来我就问姐姐 为什么你们不吃 姐姐说 米饭煮少了 那当时的时候 弟弟也上初中了 中午也要吃完饭去学要的 但他都不让弟弟吃 就让我一个人把饭给吃完了 后来陈叔说 你不要管他们 你赶紧自己先去学 先去学校 先去学习去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个时候她就是开了一个小超市 也不是特别有钱 没有钱 她资助了像你这样的孩子 资助了几个 那个时候我看她那个墙上有很多照片 大概有两百多个吧 两百多个 这个人真了不起 那个时候她身体特别不好 有一次做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嘛 她说住院 我记得她住院的时候 那天是星期三 中午就抽空去看她 但我进病房之后 她说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什么呀 我说你生病了 我来看看你 然后她说有什么好看的 你赶紧回去吧 你现在时间那么紧张 还跑出来 然后她就 就在那站了一会儿 她就让我走了 后来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 当时心里边还在想 这下可怎么办 下个星期 生活费也没有着落 成熟又住院了 都没钱怎么办 然后一直就在那担心 心里边一直很担心 结果没想到 到了星期天下 我去小店的时候 她居然就在店里边坐了 因为她那时候刚做完心脏 大桥手术 医生都不让她到处走 她就偷偷的留回家 就是为了给我们发钱 那这种我们 不为张口找她要 她就是为了 偷偷留回去 就为了下午 给我们这些孩子 把手务费 晚上就回了医院去 你跟她一直有联系是吧 在13年之前 一直是有联系的 13年之后 怎么就失去联系了 就是13年过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嘛 一般的就是寒暑假 然后只要一回去的话 都会去看她 结果13年过年的时候 她就是那个小超市嘛 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 那个店员就跟我们说 她说那个超市 成熟卖给她了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那成熟去哪了 她说不知道 她不知道 成熟家在哪 你们也不知道 她家我们知道 就在超市后面 一个小房子里面 去了 家里没人 去了之后 那个房主说 成熟把房子卖给她了 之后就从那 就联系了 再没有任何疑心了 你找她的目的是干嘛 那个时候就 感觉她就 真的对我特别好 但是现在却人都不见了 然后什么消息都没有 你估计她会怎么了 会生病了 因为她身体不好嘛 然后 她离开那 她住哪啊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跟她联络 就只有那个职重爱心超市 和她后面那个房子 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 我们一直会有一些拐点 而对她而言的话 那个拐点就是复读的那一年 她找过很多种方法 她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她的命运 考大学能够改变她的命运 事实上这对于很多的寒门子弟而言 这仍然是目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 但是有的人可能呢 面对命运她妥协了 有的人可能为了家庭让步了 而她的话呢 她努力去寻找 这时候她碰到了一个好心人 而这个好心人绝对不是说只针对她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好心人 值得我们整个社会为她点赞 而这样知恩图报的人 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付出爱心的人来点赞 因为当你付出的时候一定有回报 这次就是说除了我一个人在找那个陈叔之外 还有还有两位学生也在找她 今天来了吗 来了 好 我们一起请这两位学生来 两个孩子 你们也是一年多跟陈老师没联系上了吧 坐这儿来 你好 来 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得到陈叔自助的 我是07年开始 07年一直到哪年 07年一直到10年 高三毕业 高中一直是她自助你 对对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妈妈一个人养我 然后我就没有填报志愿 就能考上也没报 就拿不起学费 对 那为什么不再找陈叔需要呢 因为到07年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年认识她的时候 她已经租了三百多个孩子了 觉得她负担太重了 对 真是懂事儿的孩子 有弟弟妹妹读书 我已经很感激了 哦 弟弟妹妹现在都在读书 没有 高三我毕业那一年的时候 然后 弟弟说我上高中了吗 就说他不读了 让我读 他那一年才上初二 然后 他就直接辍学了 陈叔叔在帮助你之前 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 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爸就走了 然后就我妈一个人 带着你们三个 嗯 当时我妈受的那个刺激比较大 就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一直需要吃药 然后 家里边 弟弟妹妹的时候特别小 我在老家 然后基本上 就是吃了上冬 没有下冬那种状态 然后 基本上我们吃的都是 我们跟上那些邻居之类 给的东西啊 衣服吃的 别人吃上的 就是吃完的之类的 然后 弟弟妹妹后来 就是上小学的时候 需要里边的老师 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特别不好 然后就 慢慢的就 那老师 然后认识 陈叔叔 就介绍陈叔叔 来帮助我们 然后陈叔叔就来 陈叔不光帮了你 帮了你们一家吗 陈叔叔帮了我们全家 因为妈妈特别不好嘛 陈叔叔来帮我们 就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元气 陈叔叔 今天如果见到陈叔 你会说什么 我想说陈叔叔 这么多年 你去哪儿了 当时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 你来帮助我们 三奶 不知道你怎么样了 不论你怎么样 有什么困难都要给我们说 我们一起来帮助你 我特别感谢你 让我们家妹妹还在读书 因为陈叔叔介绍他 李阿姨和叔叔 一直有给妹妹生活费学费 才能让妹妹现在还继续在读书 其实我是一个进行不太好的人 我到现在为止 我只记得我妈妈的号码 我记得最深的号码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的号码 就是你的 要大钱的号码 当时你照顾了我们全家 我们现在有一点能力了 我们希望找到你 感谢你当时对我们的 再生父母的养育之恩 好孩子不哭了 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 我们设计组啊 立即就帮你去找了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余美女士您好 我们在等着我荣媒体平台上 收到了您的寻人求助之后呢 我们的宣传团立刻展开了寻找 同时啊 我们也把您的寻人求助 在我们的荣媒体世界上 进行对来的发布 在我们的平台上 收到的众多的反馈信息之中呢 我们的宣传团也是逐一 对其中的有效信息 展开了分析和检查 我这边看到您之前在网络上 跟我们提供了 陈志忠先生的线索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拍 好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 但是他却胜死我的亲生爸爸 妈妈特别不好啊 陈叔来帮我嘛 就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勇气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为园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好 有一个词 譬由 求夫 付出 词 词 词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的号码 就是你的133的号码 我们希望找到你 然后我们一起照顾你 这辈子 这辈子 怎么都不想去哪儿了 爸爸 我好想你啊 妈妈每一年 能过什么节都期待你 妈妈给你打电话 信心都打不脱 你去哪儿了呀 妈妈好想你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 不让我们练习呢 其实我们找陈叔叔呢 也很非劲 因为实在是线索太少了 我们的志愿者也是 费了很多的力气 而且其实当我们把这个信息 在我们龙女平台发布以后 有很多的好心人 都给我们写信 打来电话 说一些陈叔叔的情况 来 我们坐下我跟你们说 我提醒大家 先用热烈的掌声 向陈叔叔致敬 你真不好 来坐 坐在爸爸身边 陈叔叔你这两年去哪里了 为什么都不跟我们联系 我怕你们担心我 我被骗了 没有 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 你帮助我们 甚至困难的时候 你应该跟我们说 陈叔叔你被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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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叔叔叔你被人骗了 陈叔叔哥你被人骗了 陈叔叔在这两年 我被人骗了 陈叔叔你被人骗了 等于没钱帮助孩子了 你为什么躲着这些孩子 还有好多好多学生 我怕他们感情我 他们吃出他们的事 他们三番五次的时候 长大了要汇报我 我不需要汇报 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一声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想办法 陈叔叔把小超市卖了 把房子卖了还账 现在呢是跟女儿女婿一块 租在一间房子里 跟女儿女婿一新生活 也没有什么工作 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你春夏大传了 为什么能在子处里面 我们这么多年找你找的好苦啊 你当初怎么想到 要帮助这些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们上学 读书 你觉得读书很重要吗 是啊 我也是冷成人 我小时候也想读书 自助了个小学化成读 我那时候看完别人 自助我读书 那时候赌穷 没有人自助我 我们实验是个散去 穷孩子们赌 看了穷孩子们赌 看了穷孩子们赌 他死也 难受 那你这次被骗了多少钱 四百多万 这个公安机关会以法处理的 正好这个女孩现在是做律师的 你可以让她自询一下 你在做律师呢 对 这以后都是必须的 这个场面非常温暖 真的是交叉帮助 你帮我 我帮你 社会这个爱心球就这样越滚越大 带着这份爱心 带着祝福 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也帮你们圆了梦了 再见 坤大哥 谢谢 赚高楼 还得在这儿读大学 今天读大二了 在哪儿 武汉 武汉 大二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真的觉得 就是一个父亲 带着三个孩子 这个大哥自己生活的并不富裕 但是拿出所有的积蓄 帮助了他素不相识的这些孩子 使这些农村孩子走向了城市 走向了人生最有价值的生活之路 我们祝福他们 再见 陈大哥这样的好人 专业的法律援助 社会的关爱 我们希望正义的力量 能够帮助陈志中 走出暂时的困境 多年的善举 一定会结出希望的过时 感谢我们栏目总 帮我们找到了陈叔叔 真的特别特别高兴 也特别的感谢 首先今天找到了第一件事情 我就想 帮我上学的时候 陈叔叔资助我的钱 那我要先还给他 不不不 不要 那不能还 我什么还什么 我也不是借给你的 不不不不 不坚决不行的 你来啊 你上次还我都没要的 我不是借给你 什么还给我啊 这都一家人样的 这用了都用了 好 我们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 我叫蔡晓明 来自江西宜村 来这里找一个 27年前曾经对我有过 很大很大恩情的一个姐姐 在小明一岁时 父亲去世 母亲带着他艰难生活 一位陌生姐姐的出现 让他死后的生活命运 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没有他 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平淡 27年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是怎样的一位姐姐 让她思念至今 有请 来 请坐 你手怎么了 紧张 紧张啊 捂着肚子就不紧张了 来 握握手就不紧张了 来 坐 兄弟你多大了 37了 寻找什么人 找姐姐 姐姐 对 到现在27年了吧 就没见了 一直没见 姐姐多大和你分手的 不是亲姐姐 一个 不是亲姐姐 对 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 一个带我10岁的时候 一个帮助我很多很多 改变了我很多很多的一个姐姐 10岁你在上学 上小学 这个姐姐是你们学校的 对 她是高二的 高二 对 她怎么有恩于你啊 我是 我自己亲生父亲是在我一岁不到去世的 那全靠我这几乎一个人养了一个家 那时候在学校是很调皮的一个人 一个本子是崭新的拿出去 一个崭新的本子拿回来 早上老师发的作业本基本上是没用过一张 所以就是挨打 原来就是自己不听话 也吵着别人不了上课 基本上有时候一节课 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教室门外站着 在家也不是很听话 经常惹事生非 调皮捣蛋 然后有一天可能也知道闯了一个很大的祸了 在家可能估计今天晚上有一顿死打 被往死地打 打你的这个是技术 嗯对 当天吃了晚饭 就感觉苗头不对了 家里也要动手 就拿着书包就跑出来 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一个人跑到教室 然后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在那哭 因为他们的宿舍是在我教室的隔壁 那大概那时候九十十点钟吧 然后姐姐正好也下课 就听着哭了吧 可能就敲门了 刚开始没敢开 怕家里找不来 因为本身你犯错了 然后你再跑出来 那一顿打 那就估计得半死半活得打的 那就当时不敢开门 因为不知道是谁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了吧 他才敢开门 因为确定了可能不是家里人 然后把教室门打开了 走进来的就是我现在要找的这个人 叫易彩虹 站在旁边就一直在开导 一直在说 一个人跑出来 家里人不知道吗 你犯了什么错 然后就把他源头跟他说了一下 然后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 然后把人家头给打破了 那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姐姐就说 现在你这样跑出来 你知不知道你又更不对了 然后跟我说了一大很大的道理 说了很多 然后说要不我帮你送回去吧 刚开始不肯 不肯呢 然后他也说了很久 大概到了11点多钟 然后可能心里也能接受了 哎呀是啊 最少他把我带回去 起码今天晚上不爱打 明天什么事明天再说呗 就当天晚上就送我回去了 然后可能也太晚了 没走到家就睡着了 然后就他们把我背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在他们宿舍上我宿舍里面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母亲到学校来找了 姐姐跟妈妈沟通了跟老师沟通了 家里也就没追究了这个事情吧 然后在以后的不断地在学校里面 就非常非常的照顾我 包括吃啊住啊行啊这方面 因为我他是走路上的住在学校 然后有时候经常会问 你现在今天下课要不要到姐姐这吃饭 然后经常打饭 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好 90年那时候都带那种 用了罐头瓶子装的那个菜 自己带到学校去 然后几个姐姐没了一罐 都到了吃饭的时候 就打一盆饭 那时候特能吃 吃一斤饭 就经常就是 那边给我夹 拼命地夹 有什么好吃的也先让我吃 有什么反正事事都想着我 原来在家里没感受过这样子 家里比较姐妹多 四姐妹 没感受过这种温暖 在继父家里 常常遭受不公待遇的小明 变得孤独叛逆 桀骜不驯 彩虹姐姐的帮助 让她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温暖 她开始努力改变 想做一个好孩子 七晚上 可以说隔三差五的 她就会去问老师 小明现在怎么样 学习怎么样 在课堂上怎么样 老爷经常找我 老师今天说你不听话了 上课又是开始 自己不学习还吵同学了 那你怎么又不学习呢 难道我原来跟你说的话 你都不记得了 那时候听她的话 胜过一天父母的话 她说的话基本上 跟现在说的还胜直一样 她说的我就能听 但是管不长时间 可能说一次就管个三天 五天了吧 慢慢的慢慢的时间越来越少 也可能说一遍 能管一个星期了 再下次能管半个月 怕姐姐吗 怕 姐姐表扬过你吗 有一次昨夜做了 而且自己也没想过 能拿个九十几分 这是我到现在 从来没有过的最高分 她又给我另外在食堂里打了一个菜 你看你今天得到老师表 你表想 对 老师表了 姐姐也讲你 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靠河 靠山 旁边有小山 有那个河 经常会领着我 在河边走 在山上转一转 在那个大石河 尊专教导你 对 从姐姐开始教我 没干过坏事 很多人会认为 你以后就是一个 就说句不好听的 你就是个坐牢的人 姐姐说的话 你还真是能听进去 对 寄今不忘 从来没有 你不跟人家一样 你一没父亲 第二没靠山 三没工作 母亲也是一个家庭妇女 没工作的 你要争弃 你不为别人 你要为母亲 为你自己 为你死去的父亲 要让那些 看不起你的人 那些对你 没有好印象的人 做出一个好的样子 来给他们看 当年他们看错了你 你想过没有 这个姐姐 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没有 无亲无故 现在也找不到答案 现在也找不到 从我们相处 时间不长 四个月 四个月 姐姐怎么了 毕业了 没有 我转学了 大概是十月底 那时候本人家庭条件 就不好 就跟着外婆 到县城去读书 起码那时候再想 就没有人打 起码外婆不会打我 当时很高兴 心高采烈地跟她说 我说姐姐 我明天就不到这里读书了 我说我要到县城去了 到时就跟外婆一起 生活一起到那边去学习 我说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你 但是姐姐没有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她说就点了一点头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去学校 拿那个转学图字书 拿到了 然后我再去找姐姐的时候 她没跟我说什么 就拿了一支笔 跟一个本子 一句话都没有 我不知道她是生气了 还是怎么了 或者说你这么兴高采烈走了 是你不要姐姐了 也不是姐姐不要你了 是你不要姐姐了 你转学你也没跟姐姐说 你只是转完了 你到时候你已经决定了转了 然后你跟姐姐说 姐姐我要走了 就这么 给这一句话都没说 连句鼓励的话也没说 你要到那边要好听话 要听奶奶话听外婆话 要好好学习 一句话都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姐姐样子你到现在还记得吗 记得 什么样 短头发 一个很白很高 二十六二十七年的样子 一直从我离开 最后一直见到 到今天 没变得样子 你上县里上学之后 回来看过她吗 放了暑假回来 然后去学校找 然后她也放暑假了 回家了 第二年的暑假回来找 人家就告诉我 她已经毕业了 到外面去读大学去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 要找到这个姐姐 我读了初一就没读书了 家里不想吃闲饭的 自己就学着修自行车 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 跟那个油渍会过敏 大概修了两个月吧 然后就去学了厨师 厨师学了三年 就去了深圳打工 就在超市收那种购物篮 当时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公司 是520 当时买了一张深圳到九江的票 最便宜的 坐一时七个小时 那时候也不觉得累 不觉得太苦 当时去找姐姐 第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经验 没有太多的那个消息 当时以为她还在读书了 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找 她说她早就毕业了 后面分工作了 第一次早就找错路了 从那个学校我就返回了到深圳 这短短的四个月里面 给了我人生中 很大很大的一个定位 一个帮助 如果没有她 可能我的人生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这么平淡 或者这么一帆丰盛 找姐姐的目的是什么 想知道她还好不好 好人就应该平安 那就应该好是吧 你预计今天能找到她吗 我希望找到她 我二十七年没见头 见了她还能认出吗 希望我能弄出她来 她在我心目中没变过 二十七年 你从来没变过 春威 一个人生命中 一个高中女孩改变了她 事实上我们在很多的摇滚歌曲当中 你会发现 特别多不羁的灵魂 一旦唱歌都会说 姐姐带我回家 孩子会说 姐姐我今晚会想你 这个时候你其实会发现 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长者 或者是同龄人 能给自己帮助 而是那些大概知道 你可能缺什么的人 在给自己一个帮助 她最大的一个伤心 就是在于十岁 她是欢喜着告别 但是到最后 她可能意识到 那份欢喜是多么的不应该 是因为她觉得 在不懂离别的时候 她轻易地离别了 但更重要的是 我相信她可能 后面的日子 因为没有朋友 一样的人 所以她越发觉得 曾经的拥有 是一种失落 所以她其实是 给自己的感情 在找原因 所以我倒觉得 不管姐姐能不能够找到 你自己要学会 给自己疗伤 毕竟你已经三十七了 你要学会 自己的一个成长 因为人生当中 有些路 真的得自己去面对 我相信你姐姐 希望看到你的 是一个特别坚强的 向上的你 这个姐姐说的对吗 我觉得我更尊敬 你的这一副感情 因为你在寻找童年 寻找温暖 寻找真情 因为你的成长 你走到今天 是靠着一份温暖 支撑着你的 相信你今后的生活道路 也会寻找出温暖 来支撑你未来的生活 我觉得你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位 成功者在情感方面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蔡小明先生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出动 实际上 你在我们的媒体平台上 登记的寻求助 我们已经收到了 而且我们的寻求团 也是第一时间 帮你展开了寻求 喂 我们刚到江西 这儿离道堂 那有多远啊 我们距离一丰 黄岗山子弟小学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吧 一彩虹这个人 您听说过吗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 是这样的 当年一彩虹 所在的这所学校 已经和其他学校合并 而且搬迁了 所以我们在当地 来寻找 有没有当年曾在 这所学校救度的同学 或者是教过书的老师 我们对他们展开了 作风调查 好 我们希望 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们的求助者打开了 好 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请 在去找姐姐的时候 她没跟我说什么 就拿了一支笔 跟一个本子 是七年来最想感谢的一人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打开 我二十七年没见到 我就想问他 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怎么不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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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你真解释 我们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的高兴 是吗 你高兴 你好吗 好 真的好吧 想你好不好 来 苏东 请他们过来 其实我想先说一句大姐 今天这个相聚呢 特别的美好 刚才姐姐在后面看着我 彩虹姐姐好 坐坐坐 大姐好 一直在笑着流泪 虽然很感动 但是特别高兴 姐姐说句心里话 这些年你还记得他吗 这弟弟一直在我心里 在你心里 我的手机里 永远都有一条被忘 就是母校小明 不管换多少手机 都在里面 一直在 你找过他吗 我尝试去找他 但是原来的痕迹都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跟他相处的时间很短 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 他一直在买的事情 他那时候很瘦很黑 他那时候很瘦很黑 脑子脱的鼻涕 头发脏脏的 偶尔会带她到宿舍给她洗头 用那个被子打水 那个泡泡脏水就要脸上流下来 流到背上 她也会娃娃叫的 但是我们挺开心的 她为了这个分别的事情 我刚看到了 她说你一句话都没说 为什么 就是她跟你说她要转学了 其实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我觉得她的离开 好像她不需要我了 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误会 真的 这么多年其实我挺担心 小明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 她是不是能活着 她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像她刚刚说的 她学坏了 物如歧途了 这种担心更多一点 我觉得小明她能够顶过 这些生活的这些生活的艰辛 鼓励自己坚强地走下来 我觉得她特别不容易 我很能理解 她一定是吃了特别多的苦 经受了很多的挫折 才能够今天来很自豪地 想跟姐姐或者想跟很多人说 我可以了 我很争气了 我没有成为一个坏孩子 一个坏人 您告诉我们当时 你也就是一个高中生 你为什么去帮助小明 一个落后生 其实她是不是落后生不重要 我其实她本心是一个好孩子 她欠缺关怀 是一个孤独的孩子 在很多小孩看来 跟家人吃饭 跟同学和平地相处 有正常的爸爸妈妈的疼爱 对她来说都是奢望 当时我不大能理解 处在她这个处境是什么感受 其他的做不到 但是可以陪伴她 给她鼓励 我这么多年 有时候觉得 我把小明也弄丢了 很愧疚 你真的把我弄丢 小明 气不成声了 你告诉我 姐姐还是你十岁的时候 见的那个样子吗 是啊 没变 没变 头发长了一点点 头发长一点了 其他都没变 是吧 这算了却你的心愿了吗 找到姐姐干嘛 就看一眼就行了 不 把这47年来都补回来 都补回来 把这一辈子 不断了 所以灵性不能断 我坐在这儿看着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情感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我们现在人世间这样的感情 只有两个有正能量的人 两个善良的人才会有 多美好啊 这个姐姐走出来的那一瞬间 你就相信 她配得上这样的一份寻找 她配得上这样的一份尊重 当你看见阳光 你就能够找到阳光 当你看到一个孩子美好的本质 你去帮他的时候 我们说 证人玫瑰 首有余香 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你帮他一把 他可能就往好的方面走 所以这27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人与人之间 带着本质的善意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在宁波 有孩子了吧 有 儿子19岁了 都19岁了 妮大姐 其实今天小明她的亲姐姐也来了 而且她还把儿子带来 来 我们请小明姐姐上来 有请 好多啊 还不见 太感恩你了 生命中的归类 抱着儿子跟姐姐坐下说 叫姑姑 叫姑姑妹 叫大姑 叫大姑宝宝 大姑宝宝 姐姐看到这个场景怎么想 我为我弟弟高兴真的 在小明一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因为白血病去世了 家庭生活了也缺少父爱 然后我当时我又在宣称读书 有弟弟 弟弟在乡下跟着母亲 跟着继父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 他遇到了他生命中这个真的是贵人 对于我们前家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都是好人啊 都是好人 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请 谢谢 谢谢 二十七年前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二十七年后 他们却胜似千人 心怀善良 懂得感恩 带着雨后彩虹的灿烂与光明 让我们祝福两家人 和美 幸福 找了二十七年 等了二十七年 盼了二十七年 今天终于见到了 很感恩 也非常感谢等着我来目 帮我圆了一个二十七年的梦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请 我叫严廷君 来自河北唐山 寻找四十年前 就是救了我命的人 一段四十年前的痛苦记忆 一个四十年念念不忘的地方 大地震中 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 时过境迁 当年的救命恩人 又在哪里 有请 来 弟弟请坐 你要寻找什么人啊 我来自河北汤山 在汤刚 检修分公司工作 我在单位是一名安全员 从事这个安全管理工作 今天来我是要找 今天来我是要找当年给我缝制这个小布袋的人 来 坐下说的一个 那是在四十年前 1976年7月28号 唐山大地震 你几岁 还不到十岁 在睡眠当中啊 就是说感觉这个床就是来回来去的晃 同时呢 同时呢感觉就是说有东西往脸上落 挺不自在的 都是说扒拉扒拉的一翻身的 还想继续睡 然后这一块这个和我大哥这间房 父母那边没事 万幸的事地震结束的时候 我母亲这间房没有倒 这就开始扒 把我哥拔出来 发现他没有啥事 挺好 然后接着拔我 当拔开我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我的枕头啊 跟头部 就是说血乎乎的一片 我这块头皮就搭了下来 搭了下来之后 把这个耳朵几乎地折盖住了 当时那个唐山这一地震呢 就是说几乎全部都成废墟了 哪有医院 就是啊 哪里有医院呢 当时飞机场啊 是这个有部队驻扎的 还那里有医院 但是大夫过来了之后啊 就是说拿这个医院的这契机吧 就把这伤口上边的这个草啊 土啊 拔了拔了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头皮从这上边给堆上来 堆上之后呢 然后就用这个帮带给绑上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阵 伤员众多 库存药品有限 最初医生只为颜平君做了应急包扎 并嘱咐家人随时观察他的伤势 如有不适再去就医 就是到家之后 家已经没有了 都是废墟了 然后呢 我们就临时住到我姥姥的这个帐篷认下来 这个伤在家里能养吗 也不知道汤啊 也不知道痒啊 也没有发烧啊 而且到家之后我还不陷着 到处不去跑 就这样在家 待了也就是一天吧 结果就我姥姥发现 就是说我往哪里跑呢 这个苍蝇都追着我 我跑屋去 他追屋去 我跑外边去 苍蝇嘴外边去 都是围着我这个脑袋 绕着追我 感觉不太正常 就跟我母亲说 说你赶紧带着他上医院 看看去换换药去吧 可能行 当时飞机场的状况 就是说有了一些改善 药是有了 但是吧 我的伤口就是说已经 时间 药不管用了 过长了 没法再缝合了 而且已经感染了 大夫就是 就说呀 就说哎呀 有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正好今天呢 有一辆 就有一趟飞机 飞过来 要运上远 我母亲呢 也想跟我去 就说我俩呀 是借着自行车去的 而且家人吧 也不知道 这个大夫啊 就看出了我妈这个心事 就跟她说 说你放心 就是这个 孩子 大伙会给她照顾好的 就在分手的时候吧 我母亲抱着我 就是 也很难受 就是必定是 头一丝跟她 分开吧 就是抱着我 哭 然后呢 她就把 头都 都逃遍了 逃出了两个 就是说 五分钱的硬币 一毛香的 一毛钱嘛 然后给我 塞到这个 裤兜这儿了 就这样 就是说 我 跟母亲就是说 在唐山 就分开了 飞到哪儿了 我是飞到了 河北仓中市 河建县 它叫 河建抗震救灾医院 抗震救灾医院 它是临时组建的 大夫们呢 都是从各地 瞅上来的 因为我到那时候 得的是破伤风 危险啊 很危险 因为当时 我的病 得得比较紧 医院吧 没有这种应急药 而医院领导呢 就连夜 开着紧急会议 大伙齐心合力 赶紧去取药 施家庄有药 赶紧派车 赶紧去施家庄取 这个时间 也非常紧迫 早一天 我可能就祸下来 晚一天 我可能就死掉 所以说 就提着口号就是 命案上药 怎么的人死 不让人 等着要往 这个破伤风啊 是一种 我感觉就是 很可怕 很可怕的病 就有九死一生之说 所以我成立了 一个转户组 派出了12名 医护人员 护里有一个人 这种病法座 就是说 这个脚趾 平命地往下勾 使劲地勾 就跟腿抽筋那种勾 然后呢 这个头部呢 使劲地往后仰 使劲地往后仰 仰脚风似的 对 然后使身体 成为一张弓 不仅是一张弓 而且在弓的基础上呢 它还在往里抽 为啥要12个大夫呢 就是说 要按住你 有按住我头部的 有按住我脚部的 同时呢 这个舌头 舌头啊 使劲地往外伸 牙齿呢 使劲地往下摇 把舌头咬掉了 是 当时有意识 感觉到疼 那真疼 就咬的嘴里啊 全是血 咬的舌头也咬烂了 这个两腮也咬烂了 嘴角也咬烂了 哎呀 还在平民地咬 但是心里的意识 还特别清楚 疼啊 太疼了 就是想控制自己 别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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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控制不住 就这条毛巾 当时大夫 把它塞进我的嘴里 就是为了护住 我的这个舌头 别被咬掉 这上面的血迹 这袋子上面的血迹 都是我自己年前 留下的血迹 这样的状况 能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不确定 12个人员分成 24小时三班 就是说一遍一遍的 整整抢救了我 24天 在这24天当中 不简短地去罚坐 不醉了 每个人呢 就是在我冰情罚坐期间 他不能离开我半步 因为稍不留神 突然间一罚坐 这人有可能 遮在床下来 对我来讲 就是寸步不离 不管黑板 就是这样抢着我来 脱离危险之后 大伙高兴得都开心了 给我起名字 就说你以后叫 眼灾神吧 因为你这条生命 是再次获得的 还有跟我说 让我叫延七百 为什么叫延七百 就说我呀 就是这个病啊 净这个医药费 花了七百多 七百多那是可不是不少的钱 你没把那一毛钱贡献出来 那一毛钱是以为 就是说有传染性吧 把我这个东西 全部都给我毁掉了 烧掉了 烧掉了 这是这个大夫给我缝的 大夫给你缝的 为什么缝成带子 他就是让我留作纪念 他就是说呀 这地震呢 就是说 就是说你砸得非常重 没有被给你砸死 都已经很乱性了 你说然后呢 你又得了破伤风 破伤风治疗太难太难了 他说你又活过来了 他说我把他做成带子 他那里留作纪念 所以过去四十年 严廷君对于医护人员 救治自己的那一幕 仍会历历在目 其中一位叫余连和的医生 给他留下了父亲般的印象 我这个护理我的这个余连和大夫 有一次就问我 小青君你想吃这啥 那个年代最想吃的应该是肉 因为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 结果第二天 这个小节就给我端上来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小也都这么大的节 因为在那个季节养出来的最大也都是这么大 那导致那个河间的老乡们 为救灾医院去捐过来的 一两个大夫 像父亲一样在我跟前 我无论就是说有啥行事 或者是有啥想办的事 他甚至凭我父亲对我照顾的 还要走到 每次有机会就是说除夕了 他都骑着自行车带着我 上县城办事去 带着我去转一圈 遇着好吃的 给我买点好吃的 我特别记得 我买的那个压力 在那个时候我都知道 河间的特产是河间压力 就是因为他给我买的 我吃过之后就感觉 皮甜的 特别甜 我记得挺轻的一件事 就是我抢救过来之后 已经二十四天了 然后又回复了几天 都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洗脚了 这大夫看着我 能够活过来也挺高兴 最后就开始准备给我洗脚 就是他伸着手来 要拽我的脚让我洗脚 我一看他的手 又白又干净 再看看我的脚 一个月没有洗过来 冰洗脚就是说 我那时候还不爱传血 在家我还爱光着脚 走来走去的 脚太不成样子了 他拽我脚 这时候我都不给他 我就往回缩 我缩回来他还拽过去 我再往回缩 他还拽 几次之后 他让我听话听话 我就把脚给他了 现在让他把脚 是不是在后来有一次 于良和大夫带着我到后山去玩的时候 这个医院后山有一个小学校 那个时候学生已经开课了 老师正在讲课 教室里挺安静 看到他们我都想家了 大夫看着这个情况来了 就虽然就是说这个照顾得非常轴道 但是一旦我产生这个想家的想法后 这个他就不好做到这些了 就是说反正这个伤也痒得差不多了 就是说就准备让我回家了 医院统一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被安排着坐着拔车 经过这个苍州天津回到唐山 剩下的事就有党地的这个工作人员 来这个分别往家送这些病人 你妈妈看见你疯了吧 头一个人看到我的是我老爷 我老爷正在门口忙着盖剪衣法 正忙着这些假物事的 他一回头看着我 紧走好几路 抱着我 抱着我之后 没有一句话 就是抱着我之后 大了小了的往下留 我老爷也是过去就是说 炒光度那类型的人比较义气 比较爽快 可以说一辈子我没有看他流过泪 那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 就是扰着我 从命悬一线到康复回家 严廷君与常人无恙的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 然而这份救命之恩 严家老少却是念念不忘 今天 严廷君的家人也来到现场 向亲自表达心中的谢意 阿姨你好啊 严廷老师你好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你这一家都有福啊 得了个儿子 要救感恩 救感恩 儿子回来以后 你见到他这一面 一看活蹦乱跳的 你怎么想 哎呀高兴 激动地哭 给咱们救好了 回复的都挺正常的 我们找过两韩会 没找过 我们心里一直没忘这个事 不是人家 我哪有这么大儿子 我还有多个儿子 还多个媳妇 还多个孙女 那呢那个是 你爱人也来了 女儿照照手我看看 来 小漂亮女儿 读大学了 学的什么专业 她就是受我这个 跟她讲的这些世界影响吧 她也是选择的一科 医学 也想去为这个社会 做点自己的贡献 就是说 这个兄弟讲的这一幕一幕啊 不只是他一个人 一家人的一种感恩的心情 其实是代表了 所有唐山人的感恩的心情 感谢唐山人民 40年了以后 还能记住 这些全国人民 对你们的这种帮助 向唐山人学习 今天能找到 你这些救命恩人吗 愿望是百分之百的愿望 这么多年吧 回来之后 有过几次熟悉 没有返回来 熟我救我 都知道我的一些事 都去来 就是说 帮我去打听这些事 寻找这个大夫的下落 然后没有消息 于唐山人来讲吧 每年七月份 就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就是因为七二八 我每次到七月份的时候 心情也都不好受 要想他们 想念这些给你生命 抢救你的人是吗 是的 我总觉得 我对他们的这种感激 我觉得我没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们看一看 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言听君大哥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宗 在我们节目的荣媒体评论上 我们接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求助 我们也立即为您展开寻找 根据您提供的相关线索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 唐山市的红十字会 请问您这有当年 唐山大地震参加那个 抗震救灾的医护人员的资料吗 这个会成立是1956年 回复成立是1988年 派出的应该是卫生系统 不应该找卫生局 最后我们也联系了 河间的卫生局 同时我们也联系了一些 唐山和河间的志愿者 通过他们我们也寻找到了一些 当年曾经参加过 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医护人员 那么通过他们 我们是否能够找到 您想找的鱼联合的消息呢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我想用相会的仿式 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 我真的喜欢见到他们 给他们跪下来 准备好了吧 备好了 为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喜欢见到他们 我真的喜欢见到他们 给他们跪下来 我真的喜欢见到他们 为他们跪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想他们 我想了很久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告诉你的是 这位余大哥 算是紫成副业吧 他后来也从事的是 卫生防疫工作 余老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 这是他儿子 余莲和的儿子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 当年在唐山大地震的抗争救灾工作中 一直奋斗在救死扶上一线的优秀的护士代表 也是第三十二届 国际南丁格尔奖章的获得者 孙朽兰 孙阿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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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悲伤四十年过去了 我这么干嘛活着呢 来请 你告诉我 你一晚上在这儿没掉一滴眼泪 为什么见了余大夫的儿子哭成那样 告诉我 我没有见到余大夫 觉得很遗憾 余大夫把父亲的相照片拿过来了 想起来吧 那样 我那时候的记忆是四十年前 你这年轻 你这年轻 但是我的印象是脖子里 老余 这张照片就送给他吧 我送给他 想起余大夫的时候就看两眼 对 对 据统计 在抗战期间 全国各省及解放军 来到汤山的医疗队 一共二百八十三只 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 一万九千多人 其中十二个省市 接收了外转伤员 十万四千零七十三人 我们奋战了一年 一年 一年 辛苦 李大姐 我还想说一句 您可能不知道 今天咱们的观众席 比较特殊 因为在观众席上就做了 五十位来自唐山的朋友 而且都是当年 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 好是吗 来站起来 认识一下 欢迎大家 那么多呀 都是唐山来的吗 大地震当中的幸存者 老天保佑你们 兄弟姐妹 你们的目标是活到一百六十岁 知道吗 谁玩不承认 我谁不能走 知道吗 唐山大地震时 全国人民 给予了我们 无私的援助 这份爱 像封碑一样 住在唐山人民的心中 现在的唐山 建设的非常美丽 今年呢 唐山正在废墟上举行 2016年 世界园艺博览会 在此呢 我也代表唐山 七百五十万人民 感谢全国人民 对唐山的支持 同时也邀请大家 到新唐山去看一看 看看今日的新唐山 谢谢大家 好 人一会我们进去看 各位请 他们是医护 工作者 他们是患者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亲如一家 这就是在废墟中 站起来的唐山人民 留给我们的印象 我很激动 他们当初为我所做的服输 我一辈子都会忘了 听我看来 做得挺了解 气球的一样 是 我们以后像七型地一样 对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 也可以登陆宝贝回家群字网 民政部全国救助群金网 或加入整座官方QQ接待群 进行登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